再来我们看一下 内部控制要素的第四大要素 就是信息与沟通 好的我们看一下了 这个信息与沟通呢 在考试当中重要性呢 在我们五大要素当中 属于第二类的 只能是一星的一个重要性 先了解一下呢 内部美国的这个COSO内部控制框架 关于我们信息与沟通的要求和原则 这里面我们重点要求大家掌握的是要求 了解一下原则我们从来没考过 事实上 但前面讲那个内部控制环境呢 风险评估呢 这些要求呢 这以前在选项当中出现过它的一些表述 是我们给大家提了一下 那就是原则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只看要求 不讲原则了 好了这个要求很多 有八个方面呢 看一下 说信息与沟通 在COSO内控当中的要求是什么 一 就讲到信息的收集 说公允的信息 那么必须予以确认 补货 便一定形式传递 然后呢 以便员工履行职责 好了 这讲的是 这是一个关于信息的 是吧 要求 就是你信息必须公允的 而且呢 必须要能够被 这个确认 能够被确认 就是说被大家所知道 这讲的是信息必须公允 那么被知道 然后呢 传递并加以运用 以便员工履行职责嘛 好了 第二个呢 强调的是信息系统 还是讲的信息问题 说信息系统 你必须要信息与沟通 那么你首先 信息的这个质量和数量 那要通过一些系统来生成 因此信息系统必须涵盖 经营财务 以及遵循性信息 就是我们的这个合法性嘛 对不对 这个经营征循性信息 你把它可以理解为 合法方面的 是不是违法违规 你看 这跟我们前面讲的 内部控制 扩手的内部控制目标是一样的 经营效率效果 财务真实 这个手法经营 这不讲的是经营财务合规 就是遵循性信息嘛 好了 那么必须涵盖在所有的 也有助于我们经营控制 那就是讲的信息的一个完整性 哪完整性 第三呢 是吧 信息系统还是讲的信息 不仅处理内部信息 那么还包括外部信息 那么还包括哪些外部呢 说企业经营决策 和多页报告相关的 这些外部事件 外部的对外的行为和条件 那么再讲的是信息的构成 包括内部 也包括外部 内部和外部 好了 而第四呢 第四开始讲的是沟通 说沟通怎么沟通 上下沟通 是吧 自上而下的 横向的 和自下而上的 自上而下的 往往是领导传达的 这些意图 横向的往往是部门之间 然后这个 之下而上呢 是我们讲的 纵向的 其实这个沟通 跟我们前面讲过 说企业党的这个 组织结构里面的两大要素 分工与整合 说的分工 是吧 有横向的 自上而下的 对不对 好 第五呢 所有员工 之前呢 还是沟通 是吧 员工你必须从管理层 得到清楚的信息 就什么讲的 上级意图 一定要 让员工清楚 于是 员工必须从管理层 得到清楚的信息 认真履行 控制辙辙 你要 领导信息要清楚 并且 要遵守 要认真履行 好了 然后呢 另一方面 还是讲的员工 是吧 所以员工 在我们整个 信息的沟通当中 你得明确一个 你在整个 内控系统中的一个位置 理解个人行为 和其他工作的一个相关性 那就是说 我们这个员工啊 你要知道 这讲的是一个 你在单位的一个定位啊 什么叫定位呢 我告诉你 比如我是财务部的一般员工 我有信息要沟通 我找哪个上级啊 这下而上的时候 我找谁 我找我们的科长 你就不能去找处长 根本就叫部长 根本就去找部长 根本就去找财务总监 再告诉你 这个沟通 还是要讲一个程序的 哎 你们在工作当中知道 如果一个下级员工 老是向顶层 管理程序反映信息 那叫做跃拳 那叫做翻院下 这种员工 一般都是我们那些 部门经历 重点打击的对象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 你要知道你的位置 这告诉我们在 这上而下过程当中 这下而上过程当中 你应该找谁 你不要乱沟通 我跟你讲 那沟通也要讲 这个什么呢 级别 然后员工有 必须有向上传递 信息的一些途径 信息途径 对啊 你不要举报箱啊 之类的 意见箱之类的 那 好 包括我们这些 相关部门的 领导的一些邮件 可以对外公开 这都是一些途径 一般呢 与外部的 诸如那些客户 供应商 管理当局等 说白了叫什么 叫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 是吧 利益 是吧 相关者 之间 那么进行有效的沟通 有效沟通 对啊 我们说一个优秀的 财务总监 就是要跟客户 建立好关系 供应商建立关系 管理当局 普通之间 都好关系 这就是讲的一个处理财务关系的问题 好 那么这讲的是一些沟通 在扩索内部控制架构当中的一个要求 那么我们国家呢 是吧 好了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原则我们就省掉了 就不管它 好了 我们国家呢 说我们国家官员这个基本规范 是吧 基本规范 对于信息与沟通的要求是什么 有这样 六大方面 我们看一下 一 了解一下 说信息沟通 是这些 及时准确的收集 然后呢 传递 好 然后 确保这些企业的内部 这些信息在企业内部 包括与外部之间进行沟通 因此还是要注意问题 我们的沟通也是既有内部沟通 也有外部沟通 沟通也不是只是其内部的 好 那么具体要求哪些 一个 要建立信息沟通与沟通的制度 一定有制度呀 明确 我们员工人问题怎么找上级报告 通过什么渠道去报告 然后 还要明确内部控制 还要明确内部控制 关于信息的收集 我们怎么去收集信息 收集我们怎么处理 然后向哪里传递 信息收集了 处理了 要能够共享 对不对 通过共享的方式 才会发挥最后呢 确保信息及时沟通 然后呢 促进我们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 沟通顺利 大家之间相互 才能够真正的了解 才能够更好的配合 才能够真正实现 我们讲的一个企业 有效运行 第二 企业应当对收集的各种信息 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 进行合理的筛选 整合 好 这讲的是一个信息的 其实这讲的是一个信息处理的问题 对不对 进行筛选 信息收集完了 我得筛选 然后呢 哪些是有用的 哪些的决策有帮助 让我们得核对 这个信息真不真 然后呢 把这相关信息放在一起 进行整合 这样才能 提高它的信息的有用性 所以说第二强调 信息 要想变得有用 那就有个信息的加工处理问题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 特别在人工智能下 就特别想到 信息收集往哪形成大数据 然后就开始出现 我们说的算法 对不对 那个算法就是 对一个信息 有用性的一个提升 当然 这个有用性提升呢 也就会提升我们信息的价值 对吧 我们前面讲大数据 就讲特征 就有一个价值性吗 好了 第三呢 企业应当将内部控制相关信息 在企业内部的各个层次之间 但责任单位之间 业务之间 以及内部与外部之间 是吧 那么进行沟通 好 这前面讲到了 在扩索内部控制里面 也讲到 沟通包括内部扩通 也包括外部沟通 说外部沟通 内部包括什么 各个层级之间 责任单位之间 业务单位之间 这里面就是说 既有纵向的沟通 是吧 上下级之间的 也有横向的沟通 例如说 责任单位 业务单位之间 它就是一种 横向的沟通 好 那么这是指的企业内部 那么外部呢 外部就是我们想的利益相关者 刚才强调的 利益相关者 是吧 利益相关者 这个包括哪些 我们在前面讲 公司治理师就提到过了 利益相关者 对不对 好了 我们要进行外部的沟通 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 内部外部 内部包括上下之间 评级之间 外部就是 关联利益相关者 第四呢 其应当利用信息技术 促进集成与共享 好了我告诉你 其实这个集成啊 它就是讲的收集的问题 收集 它主要体现为收集 和加工处理 而共享呢 共享就是什么讲的 传递 是吧 你得传递出去才能共享 如果信息加工完了 你不传递出去 形成信息孤岛 它就不能共享 它就不能提高 它就不能发挥 它在内空当中的作用 是吧 所以说 重复发挥信息技术 这讲究的是信息技术了 而这个信息怎么收集 怎么加工 怎么去传递 这是需要信息技术的 你看我们各个公司 都有自己的公司的具有 都有什么各种各样的 什么ERP管理系统之类的 这些都是信息技术的运用 事实上 这些都便于我们在 信息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 一个交流 因此它可以发挥 信息沟通的一个作用 第五呢 这个很重要 反五B机制 你以后只要看到反五B机制 大家有的人很喜欢 认为反五B机制 好像是控制活动一样 错 这个反五B机制呢 它是信息沟通 建立反五B机制 那么明确 反五B工作的重点领域 关键环节 有关机构在反五B工作当中的 责责权限 规范我们五B案件的举报 调查 报告 补救程序 我告诉你们 华为在2018年之前 在他们公司内部是有纪委的 知道吗 比如说一个民营企业还有纪委 就纪检部门 对不对 好了 好像是在18年过后 他们取消了 取消什么意思 以后再有这种问题 违规腐败行为 抓到直接移送司法 以前还有个内部处理过程 他们当时说建立这个机委 就反五B嘛 是吧 就发现公司内部很多高管员工 你看前段时间 腾讯 也不是说公司内部的这些违规 这个腐败 惊人吗 对不对 好了 所以说要建立这个反五B机制 这是第五 这个考试很重要的了 这要加深印象的 看到反五B机制 那就是信息与沟通 那么反五B的工作 那重点有哪些呢 是吧 重点有哪些 未经授权 或者采取其他不法的方式 侵占 捞用这个资产 争取不当利益 那么这个涉及到的是一个 侵占资产的问题 是吧 这个 侵占我们的资产 就包括我们讲的贪污 捞用之类的 然后在财务会计报告 和信息批读等方面呢 虚假记载 这讲的是一个财务的一个真实性 是不是 对呀 是吧 财务里面的这个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里面就可能存在 五B 是不是 然后董监高 滥用职权 董监高 董世金是 董世金是经理的员 他们滥用职权 他们滥用职权是什么 滥用职权不是假公 技师 省公 肥师这样的事情吗 这是不是我们反五B 应该去重点打击的 也是呢 相关机构人员的一个 串通 五B 串通五B 好了 那么这个串通五B 我们也叫做协同五B 大家可以想象 出来会计分开了 我们说可以达到一个控制作用 那我想问 万一出来跟会计合谋呢 那你分开也没有用了 对不对 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就要通过我们的反五B工作 去发现这样的问题 这要信息与沟通 那么一定要制约了反五B工作属于信息与沟通的一个重要活动 好了 第六呢 建立 这也是很重要的 考试当中经常会出现在选项里面的 就是要建立举报投诉制度 举报人保护制度 这个大家知道了吗 举报肯定是一种沟通啊 我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们的纪检部门 告诉我们的重要领导 对不对 告诉我的上级 对 举报投诉制度 当然 但凡举报呢 就必须有一个举报人的保护 要不然谁还敢举报了 我们经常就发现有人举报了 被举报人往往都是一些拥有一定资源和权力的人 他们很快就知道他被举报了 然后就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 那么这个是不允许的 好了 因此举报人保护 那就要设立举报专线 明确举报处理的程序 办理实现 结办结要求 确保举报投诉成为我们有效掌握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 你看我们在政府层面 纪委了解这些官员存在的问题 是不是举报是一个重要途径呢 对不对 那么这一个要素呢 在我们以前考试当中呢 我们说了也会有所涉及 大家看一下啊 假公司在加强风险管理过程中 采取了下列的做法 其中符合内部控制规范当中 关于信息与沟通要求的有 一 加强法治教育 建立坚权法律顾问制度 中大法律纠纷案件的备案制度 这属于什么 这属于前面讲的内部环境或者控制环境 那内部环境或者控制环境 好了 B 建立举报投诉制度 和我们讲的举报人保护制度 我们说举报嘛 这个是正确的 然后呢 建立重大风险预警机制 是吧 那么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 我们说这个它就不属于我们讲的 什么信息与沟通了 然后呢 反舞弊机制 是不是 刚刚才讲过 反舞弊 只要看到反舞弊机制 那一定属于我们讲的 是吧 信息与沟通 所以说这里面呢 正确选拥是B和D 那么S关于内部环境的 C是属于这个控制活动 因为这个刚刚才讲过 是吧 控制活动 你只要看到重大风险 突发事件 那就是控制活动 是不是 好 接下来 再看 这个呢 就属于我们现在一般都很少这样考了 说根据我国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反舞弊机制呢 属于内部控制要素当中的哪一个 是不是 反舞弊呢 发现问题 属于是吧 信息与沟通 这个没得什么好分析的 我们现在像这样 一般不集合案例的考的已经比较少了 正确选项D 是吧 前面信息与沟通要求当中的第五项 就是这样讲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个要素 就是内部控制的监控 那么这个监控呢 在我们规范当中 叫做内部监督 意思是一样的 好 我们看一下 监控要素的要求有哪些 好 我们这里关于美国 扩索内部控制框架的要求 五个方面 我们也简单了解 那么这个原则呢 我们就省掉了 那么只要求大家 掌握一下它的要求 那么监控要素的要求是 首先 内部控制系统 需要被监控 说整个内控系统需要被监控 这简单是一个监控的重要性 需要监控 其监控什么 对它的有效性 进行评估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你这个制度 有没有有没有效 效果如何 是吧 我们有的单位 有制度 不用 不实施 有流程 不按照流程要求去做 这就是有效性差 这是我们监控要发现的问题 然后可以通过持续性的监控 好了 注意了 这个监控它分为持续性监控 还有什么独立评估 或者两者结合 就是这两者持续性的和独立的 两者结合来实施对内部系统的监控 那么哪些叫持续性监控呢 像那些日常的业务流程 日常的 涉及到日常业务的这样一些控制制度 活动 它就属于持续的监控 你比如说财务报销审核 它是种监控吧 对不对 这个监控它就是持续的 因为天天都在做呀 独立的呢 那就是我们一些例外的 比如我们讲检查 持续性的就是天天都在查 然后呢 独立的呢 可能就抽查 偶尔查一下 对不对 就是讲的持续性的监控跟独立评估 这个呢 也可以二者结合 然后 持续性的监控行为 发生在我们日常 什么叫持续性的吗 就日常管理当中 包括那些日常管理和监控 是吧 行为 还有员工 旅行各自之日的行为 就是你的一些日常活动呢 这个必须 什么叫持续呢 天天都有的是吧 这种是天天有的 日日有天天有的 然后呢 独立评估呢 刚才不是讲到二讲到持续三二讲到独立吗 那么这独立评估指的是什么 它的广度跟频度呢 有赖于风险预估和日常监控的有效性 查也是 我告诉你 如果说风险预估 发现或日常监控发现 我们程序有效性比较好 是吧 如果这个有效性比较高 那我们的这个独立评估就会高 多还是少 这个独立评估 它的这个频度 这个频度就会下降 因为我们日常看了下都没啥问题 就没有必要做那些抽查性的 例外性的检查了 对不对 好 第五呢 内部控制的缺陷 应该自下而上进行汇报 汇报 就是我们内部控制如果存在缺陷 那得像上级汇报了 而且是自下而上的汇报 自下而上 然后呢 限制严重的应当报告最高管理层和董事会 好 我告诉你 这一点 它是有点针对具体业务的 具体的这些活动的一种感觉 所以这个呢 在考试当中也是非常容易出现的 你不要看 同样都是要求 是吧 它有些要求考试面就不太容易考 有些就比较容易考 知道吗 那第五条就容易出现 相对来说 好 然后呢 原则呢 我们省掉了 接下来 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国家 基本规范 的要求 这个呢 相对不多 有四个方面 那 好了 这个是相对来说 重要的 我说相对 是相对于 美国扩手的内部控制框架 首先 内部监督有一个定义了 是对内部控制的建立 建立指的是你有没有 然后呢 和实施情况 就是你用没用 然后呢 第三是 用的效果如何 然后发现 目的是要发现它的控制缺陷 加以改正 所以你看啊 建立是说 你有没有这些控制 对不对 有没有相关制度 有没有 然后呢 实施情况 是你用没用 是你用没有用 然后呢 有效性是 这个效果好不好 是吧 效果好不好 是不是 那不好吗 就说明有缺陷呢 那就要去发现那些缺陷 然后呢 加以改正 具体要求呢 有这样四个方面 一 应当根据本办法 本规范及配套办法 制定内部控制监督制度 一样的告诉你 首先要有一个制度 然后呢 在内部监督当中 有个部门很重要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重量部门 就是内部审计机构 所以说明确内审机构 和其他内部机构 在这个内部监督当中 的一个职责权限 我们这个制度啊 就要明确相关的机构 职责权限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的程序方法 要求是什么 规范内部监督的程序 方法要求 这里面知道 一个要有制度 二个要强调 就是内部审计机构等 监督机构的一个职责权限 这是第一个 这个呢 在口识当中 较少会提到他 第二 企业应当制定内部控制 缺陷认定标准 这个缺陷认定标准 那么对监督控制当中 发现了内部控制缺陷 应当分析 缺陷的性质 产生的原因 提出整改方案 就是我们通过监控呢 目的是要发现缺陷 采取适当的形式 及时向董事会 监事会 经历层进行报告 第三呢 其应当结合内部监督情况 定期制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自我评价 好了 这强调一个自我评价 你说你监督做得好不好 对不对 那么就要对我们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呢 做得好不好 进自我评价呢 而且这个评价完了还要出去自我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 我们前面不是讲到了 为了解决这段问题 我们后面就评价指引吗 评价指引就是让我们进行内部自我评价的 做得好不好 好 那么我们企业呢 可以授权内部审计机构 或者专门的机构 内部审计机构 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内部控制的一个监督部门 负责内部控制评价的一个 组织实施 这是内部控制评价 由谁来做的问题 是吧 内部审计部门或者专门机构 第二个呢 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应当 对被评价单位进行现场的测试 说的评价人家做得好不好 内部控制有没有效 你得去现场测试呀 比如说哪些 个别访谈 问卷调查 专期讨论 创行测试 实地查验 抽样 比较分析等 大致于啊 交财当中对这个虽然说有些解释 但这个呢 考虑可能性非常小的 大家知道一下这些概念的存在 能够大致议会 比如说个别访谈 什么意思吗 你还不知道吗 就找人谈话呗 对不对 什么文件调查 让你填表呗 专题讨论 大家开开会 是吧 好了 这个意思 大致知道 OK C 内部控制评价工作 应当进行现场 应当根据现场测试 获得证据 获得证据 然后呢 对内控缺陷呢 进行初步认定 对不对 并按照程度分为 你这缺陷是重大的 还是重要的 还是一般的 好 有一句话很重要 重大缺陷 要由董事会 予以最终认定 你说的一个总不重大呢 是吧 这句话在考试当中 特别容易出现 你倒是什么叫重大 什么叫重要 什么叫一般 这个反而 不是我们想的那么重要 我们现在教学 也没有去列举 中大包括哪些 中要包括哪些 也没有做这样的列举 给个定义班 你也不能够准确的判断 事实上 好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 结论 中大缺陷 要由董事会 予以最终的确认 第四 企业应当以书面 或者其他形式呢 妥善保存 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 就是你怎么建立的 你的实施过程中的 相关过程当中 那些相关记录和资料 你要保存起来 确保内部控制建立 和实施 可验证 啥意思 就是你做过那些事 你怎么去制定内控的 怎么去实施的 最好呢 要留下痕迹 这是你要留下痕迹的 那么留下痕迹吗 才可验证嘛 你到底有没有做 我们的这些 是吧 内部控制的制度 有没有有效的实施 好了 这些都是我们监控的要求 监控 我来关注你查理 不就要看你 在这个过去留下的 这样一些痕迹吗 证据吗 好 官员内部控制的 要述的监控呢 我们在我们的基本规范当中 讲的要求就是这样 四个方面 这个在考试当中 也不是属于那种特别重要的 但是个别表述要重视 比如就刚才说的 重大缺陷 应该有什么 董事会予以最终认定之类的 那么我们这个五大要素呢 是吧 内部控制五大要素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监控我们说了 这个较少出现考试 因此这里也没有给大家进行 整体的一个展示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整个风险关联体系的 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风险关联信息系统 这个呢 在考试当中不算重要 历史当中就考过一次 但是这一次吧 他考了一个多选题 今年教材呢 还做了一些改写 我们去年教材里面讲到 风险关联信息系统的作用 就过今年 他没有这样说 把这个作用呢 分解 变成了几大内容 好 我们看一下 一 企业风险关联信息系统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说在风险观点中 它会至关重要的作用 你比如说 你这个风险管理 包括前面讲的内部控制 你若是没有这个信息系统 对不对 那你怎么去传递信息呢 你没有信息系统 我们怎么去了解我们那些 进行风险评估呢 对不对 你说你都搜集不到 这个相关的风险信息 你怎么进行评估 所以说它至关重要 然后第二 企业应当将信息技术 来强调 这个信息 这个系统的建设 信息技术相关重要 我们现在说的什么 这个AI技术 什么Chart GPT技术 这些都是一些信息技术呢 要用于风险管理的 各项工作当中 建立涵盖风险管理基本流程 和内部控制系统 各个环节的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包括哪些 是吧 拆集 是吧 储存 是吧 加工分析测试 我们后面把这个 当成一个部分 然后呢 传递 然后呢 报告 披露 我们后面把拆集 是吧 单独做了一个要求 还有储存 这是一二 然后这个呢 三 然后呢 四 然后呢 五 好了 这五个方面 具体有些什么要求 那么来看一下 一 信息采集方面 那么 企业应该采取措施 确保像风险管理信息部门 输入的 就是像那个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你输入的业务数据 风险量化值 的一致性 准确性 及时性 可用性 完整性 说白了 这强调是一个 信息收集方面的采集嘛 讲的是一个 信息的质量问题 我们这个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收集到的信息质量 它必须是高质量的 一致性 准确性 及时性 可用性 完整性 就讲的是质量嘛 好了 这我讲的收集 然后呢 是存储 那么存储呢 你就必须要建立 良好的数据架构 我们数据也不能乱放的 比如你看你们电脑 里面 那文件价里面内容很多 到了后来 哪个文件价里面 内容是什么 交叉乱了 这是你的数据架构 是吧 没做好 好了 结局数据 标准化和存储技术的问题 存储技术 主要指的是一些 比如数据量很大的 存在海量数据的 那么这些存储技术呢 可能就要用到我们说 云存储 是吧 可能就用我们的这个 硬盘存储 可能就解决不了了 这就是存储技术问题 第三 信息加工分析测试 这讲的是一个数据处理 收集起来 存储起来 还得这个什么 进行体炼 是吧 说信息加工分析和测试方面 风险基础信息 是吧 经风险管理系统 加工体炼 成为我们 可进行分析的 风险管理 信息 也就是说 这个是要讲我们 这个信息的有用性 经过我们的加工 是吧 分析测试 它进一步才能变成 我们风险决策当中 那些有用信息 强调的是有用性 那么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应当对各种风险的计量 各种风险的计量 定量分析和定量的测试 在我们前面讲过吧 风险定量分析 就包括我们讲的风险度量 是吧 波动性等等之类的 能够实时反映风险矩阵 和我们排序频谱 重大风险和重要业务的 流程监控 那么这个风险矩阵呢 我们后面讲到一个 在第三节会讲的一个 风险评估系图法 它就讲到风险矩阵 它就从两个维度 发生的可能性 发生的影响程度 那么来确定风险的等级 知道吗 这叫风险矩阵 这个排序频部指的是什么 就像我们所画一个图 在里面呢 风险比较大的就标为深色 深红色 然后呢 这个风险比较小的是吧 可能就紫色 后来就黄色 后来就白色 它通过颜色来区分 这个风险的大小 好了 这叫做排序频谱 通过颜色来区分 这种这个风险的大小 好了 那么这是讲的 信息加工和测试方面 目的是要提供我们 这些相关风险管理 信息的有用性 在决策当中的有用性 第四呢 信息传递方面呢 是吧 信息有用性 通过加工体验国 那叫共享啊 传递的目的是为了共享呢 对不对 是为了共享 那么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应该实现 在各部门 业务单位之间的 集成和共享 尤其是讲的共享 然后呢 收集呢 收集也有传递问题 比如我要收集 去集收其他部门提供 对不对 它既能满足 单项业务风险管理要求 也能满足企业 整体和跨智能部门 业务单位之间的 风险管理要求 因为能够共享嘛 单项业务可以用 企业整个公司层面 可以用跨智能部门 业务单位是吧 这些他们都可以用 因此 我们这个通过传递 真正实现数据的共享 发挥它的一个作用 最后呢 是在信息的 报告和披露方面 说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呢 能够对超过风险 预警上线的 重大风险 实施预警啊 对不对 对呀 如果你这个超过了 比如资产负债率超过了 那叫实施预警啊 那叫报告相关部门呢 能够满足风险管理内部信息报告制度 和其对外信息披露制度的一个要求 就是你的报告和披露呢 要能够满足内部报告和对外披露的要求 好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信息与 信息的披露和报告方面 那么我们讲的这个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啊 这里讲的这四个方面 其实就是讲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作用 在采集方面的作用 在存储方面的作用 在加工分析测试方面的作用 对不对 传递 还有呢 在信息批评当中的一些作用 好 我们这个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内容比较少 主要就关注这样两大方面 尤其是第二方面 这五个要求 在以前考试当中呢 我们说到了 考过 考过一次 就考了一个多选题 就是纯 理论的一个在线 就是说 相类关于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作用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有哪些 这又是我们前面讲的五大作用方面的 个别表述呀 所以只要熟悉就行啊 不是说要把五个方面背得出来 一 能够对各种风险进行计量和定量分析 对不对啊 实际上我们前面讲的呢 要计量分析吗 就是我们讲的风险度量当中的一些问题 通过风险矩阵排序频谱 重大风险中亚业务流程的监控 反映它的监控 对呀 我们前面是不是也讲到这个问题了 然后 对超过风险预警上线的重大风险要进行信息预警要报警 资产负责 资产负责的超过多少要报警 这个也是正确的 那么实现风险相 这个相关信息预期外部利益相关的共享 追了哈 我们这个信息系统呢 它不存在与外部利益相关的共享的问题 我们虽然说它要对外披露 但是不是说这些信息都要共享 为什么呢 风险管理很多信息 它属于其一的 内部的 甚至有一定 带有一定保密性的数据 你怎么能跟外部利益相关自己共享呢 是吧 它是讲的内部部门之间 部门部门之间 业务之间要进行共享 是吧 因此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你看我们前面讲 是吧 共享者是什么 对不对 只能部门之间 业务当务之间共享 而不是跟外部去共享 所以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那么正确选项A B C 这个考的不多 虽然说曾经考过 作为一个了解吧 好 到此为止 我们的第二节 全部结束 只有我们讲的风险观点的五大体系 这是我们在本章当中的一个重要类传